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11日 我以前的节目谈到了 一旦脸书的那个以私上架 就很快会成为推特的强大的对手 那果然呢,这以私上架不到一天 就被下载了5000万次 创了一个新的记录 而且呢,是一个难以超过的新记录 上一个记录是ChatGPT创的 是在五天之内被下载了100万次 那就是一个记录了 而这个以私是不到一天就下载了5000万次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而且好多的名人像比尔盖茨 也都马上就转到了这个以私上面去了 新闻媒体呢,也纷纷的到以私去安家了 那有一些人说了 你现在有几千万的用户算什么呢? 人家推特的活跃用户有四个多亿呢? 那你还不想一想 这才刚刚开始呢 才这么几天的时间就已经有这么多的用户了 以后再发展下去 那都不知道会有多少的用户呢? 你不能指望说一口就吃成一个胖子 对不对呢? 而且你这推特四个多亿的用户算什么? 你跟Instagram比起来 那就少得多了 Instagram的活跃用户有20亿呢 而这个以私是跟Instagram结合在一起的 算是他下面的一个产品 所以脸书你只要说服Instagram的用户 有一部分也同时用以私 那么呢就跟推特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了 所以马斯克马上那就感觉到了 这个以私的威胁 在他刚刚上架的第一天 推特呢就给脸书发起了律师函 指控了他们确取了推特的商业秘密 马斯克也发了一条推文 说我们欢迎竞争 但是反对偷 那他们有什么证据 说以私偷了推特的商业秘密呢 没有的 他们的证据就说 被推特开除的员工 有几十个人被脸书给雇佣了 脸书承认是雇佣了几十个推特的前员工 但是呢他们否认说这些人参与了以私的项目 这让我想起了当初这些人被开除的时候 就马斯克开除了好几千名的推特的员工吧 马斯克还发了推文来讽刺他们 他说我相信这些天才到别的地方是有用务之地的 结果呢 人家真的到脸书去发挥他们的才能了 不管有没有参与这个以私 马斯克马上就要去起诉 要指控人家窃取了他的商业秘密 这个不就是气急败坏 完全就输不起吗 在以私上架的第一时间呢 我也马上就去注册了一个账号 我是他的第四十万五千个用户了 所以我就同时在那里发了 除了在推特发也在那里发 就适用了一下 我接下来还讲一讲我的适用的体会 我认为与私目前最大的问题 是你没法选择 只显示你关注的用户发的帖子 而是呢 在时间上是根据算法 推出来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帖子 你关注了某一个用户 只不过呢 是让他们新发出来的帖子 会放到比较前面 但是呢夹杂了一大堆算法 推的你可能一点都不感兴趣的 别人发的帖子 这样的话 你想看你关注的用户的 所有的帖子怕漏过的话 就只能点到他的账户里头去 才能够看到就很麻烦 推特的默认的设置呢 也是用了算法来推荐的 很多人呢也是很不晚的 我也很不晚的 但是呢 推特有一个好处 是你可以改设置的 可以设置成 只看你关注的用户发的推文 所以也许呢 以后这个语思呢 也会让用户多一个选择 不要只是 强行的要让用户 看那些 你根本就不感兴趣的帖子 语思就明显了 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 本来呢 是计划在这个月月底才推出的 然后看到了马斯克 居然呢 在对推特的用户陷流 把推特搞得一团招 引起了人们很大的不满 大家都在找新的平台 抓准了 这个机会充满的推出 所以呢 这个有很多的功能 这个语思还没有 比如说 你现在去在语思上搜索 只能收用户 而收不出帖子的内容 这个呢 就是很大的一个缺陷 但是呢 我相信 以后这些功能 是慢慢的会加上的 另外呢 在语思上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虽然用户很活跃 但是呢 大家发帖都比较随意 也就是说灌水的比较多 包括呢 那些新闻媒体 也在那里灌水 这个呢 就跟推特是不一样的 推特大家发推文 还是都比较慎重的 是深思熟虑了之后 才会发出来的 是比较有信息量的 不过呢 语思也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水军很少 因为语思的注册 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呢 不像推特那样 中国的网金 杀猪盘的水军 那是泛滥成灾了 还有呢 语思跟instagram一样 是不允许 发了淫秽的 那些所谓的成人视频 图片的 所以呢 也不像推特那样 到处都是所谓的黄推 不只是在自己的账号上面 还跑到别人的评论区 去发这就非常的讨厌 是在骚扰别人了 但是呢 推特对此呢 都不做处理 语思上还可以在评论区 自己呢 设敏感词进行过滤 我一到语思上 方黑马上就跟过去了 马上就跑到我的评论区 去留言 去骂骂 但是呢 我很容易的就把他们给屏蔽掉 把他们拉黑 他们就再也没法留言了 跟推特不一样的 推特你即使把他们屏蔽了 拉黑了 他们还可以照样留言的 所以呢 语思跟推特比呢 就要干净的多 语思和推特并不是说完全相同的产品 他们呢 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的 一个区别 那就是 语思 号称呢 是要营造一个和谐友好的环境 所以在那里骂人的话 那么呢 很可能就被禁掉的 也就是说 他的言论不会像推特那么自由 其次呢 语思 他因为是从Instagram转过去的 所以 他呢 是更注重的是娱乐 而不是信息 这个人呢 跟推特就不一样了 推特呢 注重的是时事 是比较正经的评论 会提供比较多的信息 所以 语思是取代不了推特的 他也不需要去取代推特 他只要呢 是能够作为推特的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存在 就够了 就让人们多了一个选择 那些没法在忍受马斯克的推特的用户 他们愿意的话 就有了一个平台可以转过去了 而且这个平台不像说以前的那些平台 那么小众 那么寂寞 而是呢 很热闹的 这样的话 那就多了一个选择了 所以呢 马斯克以后呢 就不敢再那么肆无忌惮了 他以前之所以敢在推特上胡作 非为就是因为没有竞争 现在呢 有了强大的竞争了 他如果再这么胡闹折腾下去 那么推特就会死得更快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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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